天马骑士冲破起点 交通部25号在宜兰状围 提前宣示2021自行车旅游年即将起跑 享受下坡 急速快赶 同时将山海美景全部尽收眼底 这一条环岛一号线 是国内首条由政府规划的自行车国道 带领自行车友们通往山林海边 农田水顺进入一个又一个室外桃源 为了迎接2021自由车旅游年 交通部观光局特别邀请到国际电影导演 与知名影星姚一提和伏地右借 透过八滴环绕音场呈现 宝岛路上的沿途风光 在不同的气候下 不同的景观都是台湾很美的风景 边工作边欣赏边游玩的一个心态 在整个过程里面 台湾的那个山路就是 骑脚踏车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山 也可以看到海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 很美的一个体验 快打起来 好辛苦耶 交通部长林佳龙也亲自力挺 要在后疫情时代打造台湾 成为自由车旅游王国 当过去不少车友曾经反应 骑车在外遇上车辆故障 无计可施 现在交通部想到办法 与民间自行车团体合作 特制维修站 要让车友们开心启程 无后顾之忧 明年的自行车旅游年 我们这个结合后年的铁道的旅游年 这样子的话双铁 这个可以整合 我最近也号召了我们交通部 三个次长还有祖密 我们要环岛来骑乘 亲自去体验 也做体检 先从工部门来做起 自行车 它不再单单只是 一个大家在生活上的日常 它可以打造台湾 在国际上最好的 最健康的 疫后观光的一个品牌 交通部有野心 要把台湾从防疫大国 迈向观光大国 更要擦亮台湾自行车王国招牌 也希望让国内外民众 透过一趟自行车旅行 爱上台湾 原事新闻 吉博下麦徐家荣 宜兰壮传维采访报导